男人加入黑帮的第一天就爱上了老大的女人 为了抱得美人归 最后他不惜设计让老大入狱 成为了黑帮的一把手 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明基本是一名职业的棒球手 本来拥有光明前途的他 却因意外受伤得不到重用 赛场上的失忆让明基的生活愈发窘迫 所以他为了金钱 在一场重要比赛中收了黑帮的钱 按照他们的要求打了假球 这天明基按照约定 来到地下赌场找黑帮拿钱 谁至今撞到警察扫黑 明基就这么跟着进去了 履历上有了污点的他 彻底和棒球生涯告别了 所以明基在出狱之后 再次回到地下赌场 准备讨要一个说法 但黑帮的人可不是讲道理的主 为首的小喽喽 哪会让明基从自己的手里拿钱 说着就要动手 而明基也是人狠话不多 搬起砖三下五除二 就把小喽喽以及他的手下全部打趴下了 等小喽喽到了医院之后 依旧是不依不饶 想要让明基赔偿自己医疗费 气得明基转身就走 明基刚出门 就撞见了前来探望小喽喽的老大圣云 圣云的手下望着明基离开的背影 说道 他就是那个收了足之前 打了假球的运动员 这次圣云的小喽喽们 都是被明基一个人打伤的 看着明基的背影 圣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天 他就找人把明基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圣云给了明基一个机会 只要他从地头蛇石斑鱼的手里面 收回圣云借出的高利贷 他就可以进入黑帮 跟着老大吃香的喝辣的 走投无路的明基没有选择 只能接下这个棘手的任务 因为石斑鱼力打无穷 此前来收账的小弟们 全都失败而归 可明基是个狠角色 面对五大三粗的石斑鱼 没有丝毫的怯懦 看到对方朝自己刺来的刀子 明基伸手就握住了刀刃 仿佛感觉不到痛处 石斑鱼看着这愣头青 不怕死的样子 也被吓到了 就在他愣神之际 明基立刻反击 将石斑鱼打倒在地 彻底打服了石斑鱼 钱自然就逃要回来了 明基的第一仗 就将他的名声打响 圣云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正式加入黑帮 而明基在进入黑帮后的第一天 就撞进了自己的心上人 黑帮酒吧的老板娘 老大的女人 妖姬 自从看到了妖姬 她的眼睛就黏在了她身上 甚至在酒桌上 明基都毫不避讳 眼神直勾勾的锁定 之后的日子里 明基对妖姬 那是魂牵梦绕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她 明基白天跟着小喽啰们 贴小卡片 随债收债 晚上的时候 则守在酒吧门口 落寞的看着妖姬的身影 但妖姬始终没有正眼 看过明基一眼 这天 明基刚从酒吧门口离开 就在半路上遇到了圣云 圣云为了进一步拉拢明基 将黑帮里更多的产义线 交给了明基 让她负责自己旗下的皇帝集团 还送了她一辆豪车子为礼物 隔天 明基就开着豪车 来到了酒吧门口 这一次 妖姬终于主动上前大话 甚至向明基提出了约会的邀请 成年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也很直接 很快 两人就相拥来到酒店 进行了一场深刻而缠绵的探讨 离开温柔乡后 明基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明基的业务能力逐渐成熟 这天在圣允的引荐下 明基终于见到了黑帮幕后真正的老大 汤老头 原来无论是她还是圣允 都只是汤老头的一枚棋子 三年之后 明基已经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头目 但就在事业丰收之际 明基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 她没有资格做公司里的高官 原因很简单 通过明基操纵球赛赌球 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逐渐发展成了一家大公司 本来圣允可以谋得一官半职 但就在这个时候 圣允却重提她打假球一事 害怕她曾经的负面新闻 影响到公司的后续发展 圣允便决定委屈明基 毕竟圣允旗下的皇帝集团 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 想要将企业洗白 一些业务就不得不放弃 两人逐渐出现分歧 汤老头又在这个节骨眼找到了明基 她告诉明基 对于金钱不要太过于贪婪 但年轻气盛的明基 哪会听得见汤老大的劝解 当圣允得知 明基和汤老头走得很近时 她便起了疑心 她找到明基故意套话 但明基也不傻 说话是滴水未漏 没有向圣允投入半番的消息 最后两人只能不欢而散 而汤老头这边也很快开始行动 原来妖姬一直以来 都只是汤老头的宠物 她欠了汤老头一大笔钱 为了还债 妖姬只能把自己给卖了 这天在服侍完汤老头之后 妖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这个时候明基才明白 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忍受着怎样水深火热的生活 她立刻找到圣允 将妖姬的债务 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但圣允同时也免除了 明基在集团里的一切职务 奇迹败坏的明基 转身就走了 她再次来到酒吧 找妖姬借酒消愁 但此时 圣允和汤老头却遭遇了意外 原来两人前去谈生意 商谈结束之后 便驱车返回公司 谁知在半路上 竟撞见了仇家 一群打手举着钢管 就围住了汤老头和圣允的车子 直接将车窗砸烂 圣允定睛一看 发现来者 是曾经的死对头 墨鱼仔 墨鱼仔和圣允 曾经都是汤老头的手下 三年前 他们设计陷害了墨鱼仔入狱 现在他出来了 自然是不会放过陷害自己的人 墨鱼仔刚刚出狱 就找到了圣允和汤老头 准备给两人来个深刻的教训 好在圣允的兄弟们及时出现 救下了两人 而墨鱼仔 则趁机带着兄弟们跑了 汤老头为此大发雷霆 他警告圣允 在棋盘上 不要留下多余的棋子 圣允明白了汤老头的意思 回去之后 他立刻找上妖鸡 他知道 经自己一手栽培的鸣鸡 就是毁在了妖鸡这个女人的手上 想要让鸣鸡变得更强大 那妖鸡就必须离开 晚上的时候 鸣鸡根据线索 带着兄弟们前往一处旅馆 找到了墨鱼仔和他的手下 伸手绞结的鸣鸡 三下五除二 就将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但由于疏忽 他们还是要墨鱼仔趁着逃了 完成任务后 伤痕累累的鸣鸡回到家中 却发现 家里面早已没了妖鸡的身影 他怎么都打不通妖鸡的电话 等他赶到酒吧的时候 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等候他多时的 只有圣允 圣允告诉鸣鸡 妖鸡就是一个骗子 鸣鸡只是其中的一个 从他的不辞而别能看出来 鸣鸡不过是他的备胎 不过圣允找到鸣鸡 可不是为了排挤他的情伤 而是想讨要一个说法 因为追随圣允多年的一个手下 在追杀墨鱼仔的行动中 身受重伤 根据其他兄弟的描述 圣允的这个手下 是被鸣鸡捅伤的 他怀疑鸣鸡已经有了一心 面对圣允的怀疑 鸣鸡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 圣允便转身离开了酒吧 他不愿意和鸣鸡 多做无意义的纠缠 谁知他刚离开酒吧 就撞见了在门外蹲守多时的墨鱼仔 等鸣鸡接到情报 得知圣允失踪后 他立刻循着线索找到了墨鱼仔 在地下赌场 鸣鸡终于见到 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圣允 面对五大三粗的墨鱼仔 鸣鸡没有多费口舌 立刻和对方展开了近身肉搏 但鸣鸡的小身板 终究是敌不过墨鱼仔一身的剑子肉 很快在这场打斗中 势必要把鸣鸡打死 生死关头 鸣鸡也爆发了全部潜力 最后他从背后偷袭 勒住了墨鱼仔的脖子 直接秒杀了他 终于成功地从墨鱼仔的手下救回了圣允 随即他将晕倒的墨鱼仔装进后备箱 准备带到小树林里活埋了 就在鸣鸡正在挖坑的时候 被五花大绑的墨鱼仔醒了过来 看着扑哧扑哧为圣允卖力的鸣鸡 墨鱼仔开口说道 其实鸣鸡打假球 后来警察冲进地下赌场 抓走了鸣鸡和自己 出狱之后的鸣鸡被球队除名 这一切都是拜圣云所赐 当初圣云只是墨鱼仔的左膀右臂 为了抢夺他的位置 便射了这个圈套 而鸣鸡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后来圣云看鸣鸡是个好苗子 便让他一步步堕入深渊 最后加入黑帮为自己所用 当鸣鸡听到事情的真相后 他愤怒地举起铁锹 活活敲死了墨鱼仔 杀人埋尸之后 鸣鸡站在水管之下 冲刷着身上的血迹 他回想起来圣云对他好的点点滴滴 没想到一切都是圈套 鸣鸡决定给圣云致命遗迹 就在圣云参加发布会的这一天 鸣鸡向警方举报了圣云 甚至将他的产业都一并举报了 而鸣鸡的所作所为 也都是在幕后老大汤老大的受益之下进行的 不出所料 圣云锒铛入狱之后 鸣鸡成为了集团新人的老大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鸣鸡决定干一票大的 巩固自己的地位 谁知汤老大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眼见鸣鸡的野心越来越大 汤老大深觉得这个人留不得 便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将他从组织中除名 他计划将鸣鸡虐杀致死 但令人意外的是 鸣鸡居然还留有一手 竟叫来了警察给自己撑腰 直接将汤老大和手下们都给带走了 鸣鸡的行为彻底触怒了汤老大 他决定让鸣鸡吃点苦头 汤老大疏通关系 将圣云从监狱里弄了出来 目的就是为了置鸣鸡于死地 一日毫无防备的鸣鸡正在海边散心 谁知这时 他的身边竟围上来几个手持利刃的杀手 直接杀了鸣鸡一个措手不及 毫无防备的鸣鸡身受重伤 眼见鸣鸡就要逃不出去了 圣云却突然出现 帮助鸣鸡冲出了杀手的重围 原来 圣云之所以会选择帮助鸣鸡背叛汤老大 原因是因为 他看到鸣鸡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 当年 圣云因为催收高利贷误杀了鸣鸡的父母 他对鸣鸡的好 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 至于汤老头交代给他的任务 他早就抛之脑后了 他本就和汤老头不合 也知道这个老头子心狠手辣 既不会放过自己 也不会放过鸣鸡 那不如直接背叛他 最后 坐着游船逐渐飘向大海的深处 暴风雨即将来临 圣云也在这个时候 停住了呼吸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部电影节奏紧凑 但是逻辑难以自洽 全局最为吸睛的 大概就是女主让人热血澎湃的香烟画面 总之电影尚可 但不推荐观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